哈嘍,大家好,我是洪志 剛剛在跟夥伴聊天的時候 剛剛在聊天的時候就 剛好有聊到一個朋友的 這個目前遇到的問題 他是這樣子的 就是有一個工作的機會 他最近正在找工作 一個工作的機會 是他的老東家以前服務過的地方 所以他早知道這個東家的情況 家族企業 再加上公司產品的品質不是那麼好 那這次邀請他回去做的這個工作 是管理平台做一些客服 退換貨出貨的這件事情 但是比他現在的工作的工資 大概多1.5倍左右 另外一個是他想要去做一些 技術上的學習 去類似播金啊 去整罪啊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新的工作 那他就很困擾 聽說已經困擾了 很久 好幾天了 都知道怎麼辦 想要說 然後又這個老東家這個工作 他說最多就做兩年 他想也不會在那邊待太久 OK喔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想要哪一個 那他就問我 然後我就幫他做一個簡單的提醒啊 做一個簡單的這樣的一個建議 我說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啊 因為我們知道 這次要回去服務 這次要回去老東家服務 明明知道產品是有 有 不是我們預期的那個品質 但是如果你不用被業績的話 你不用去創造產品的好壞嘛 你不用去創造新產品 你就單純的 乖乖的回去 把服務做好 把我這次看到的 我寄出去的 我的這些受傷的顧客 他們回來的這些訊息 我重新再調整之後 好好把服務做好 然後好好的去 讓這些受傷的人 得到他們的這個慰藉 得到真的好的這樣的一個支持 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有價值 也很有意義 而且老闆又願意付你那麼多的錢 對 那這兩年你就好好鍛鍊自己 去種種子嘛 去種服務的種子 去種承諾的種子 去種可以讓人家安心的種子 我覺得是個好事 然後如果你選擇另外一個職業的話 你要重新學 當然也不錯啊 只不過有可能半年之後 你才有新的收入 對於他現在的狀況 我會覺得往第一個方向走 會更好 另外一個是日本的經營之神 叫做道勝和夫 當時他八十幾歲了 退休了 假設他回去真的沒有把他救起來的話 經營之神就變成失敗之神了 他做不做 結果他最終的決定 他去做 一樣 從心開始 心裡面這個心 從心開始 從服務開始做嘛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可以 可以藉由這樣的機會 對 或許從以前我們就有 一直不敢去服務人 一直不敢去面對 當別人有問題 要來跟你跟你這個講的時候 我們會怕 會擔心 所以或許這兩年 就是他可以蛻變的機會 有沒有 老天爺一直想要幫助我們嘛 會有很多的方式 就是不斷的給我們有機會 可以修正自己 調整自己 成長自己 把自己的狀況變更好 然後又給你錢 所以 這是不是難得的機會 對不對 OK 那我們今天分享到這邊 所以 你或許 可以每時每刻 都注意在 可以幫助人的那個點 然後去擴大它 好不好 所以最後祝福大家 在每一時每一刻 都可以活在愛 感恩跟喜悅當中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